大家好,首先欢迎大家出席由精英大学主办的第九届精英杯亚洲中学华语变弓公开赛 马上进行的是本赛次F组第二场的小鼠群团赛 我是市长大卫司宜陈一鹏 坐在我左边分别是正榜方的技术员兼技本员陈子毅和郑君池 欢迎他们 接下来先让我们认识一下今天的双方联手 坐在我右边的是正方的代表队 马来西亚哼哼挂拉吉老国中 一边李颖同学 各位好 二边叶永恒同学 三边韦佳余同学 四边陈嘉全同学 欢迎你们 我点代表华文国大吉老国中相 大家会好 坐在我左边的是旁的代表队 马来西亚吉隆坡中华国明星华文中学 一边顾家荣同学 二边师傅浩正同学 三边林建州同学 四边林威月同学 也欢迎你们 当然除了比赛的双方 马上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今天决定胜负的灵魂人物 也就是本场比赛的大卫名神 第一位 他是现任农中华文辩论学会的负责老师 2014年全国大专辩论会的亚军 他是林汉宏先生 第二位是拉曼大学的载机变手 他是刘伟泉先生 第三位 他是全变单场最佳变手 也是亚太赛单场最佳变手 理科大学的教练之一 他是郑天地先生 感谢各位评委 百忙中抽空出席本赛事 欢迎你们 好 马上开始今天这次比赛 比赛的题目是 马来西亚中小学应被除能力分班制 我重复 马来西亚中小学应被除能力分班制 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有请正方音变一部中央讲台 您的深入时间为四分钟 即时将会与您开口关头 开始有请 谢主席大号 能力分班制顾名思义 就是指依据学生的考试成绩 作为分班的标准 以成绩添班 在大马其实没有法律规定 每间中小学需以能力分班 根据马来西亚教育部的统计 截至2016年 我国共有7772间小学 2408间中学 都有采用能力分班制和常态分班制 但在应试教育制度这种以智力代表一切的教育制度底下 能力分班制自然而然成为各校首则的分班制度 美其名是可以迎财师教 安地里却是希望能有效率地教导出一群很会考试的精英分子 因此 我方将以虚跟减损四大层面来论证马来西亚中小学 应配图能力分班制 第一 需要性 各位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顺之者仓 逆之者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求21世纪教学法 需符合学习四大支柱 即学会求知 学会做事 学会共处及学会做人 再者 提供中小学公平获得具有国际水准教育的机会 更是我国2013年至2025年教育大蓝图11项转型计划之一 如今 我国已经在教育的轨道上 逐渐废除应试教育制度 效仿奋兰先进国迈向数字教育要求的公平 平德 高品质及权大性的正常道路 教育部已经在2011年开始使用KSSR以取代KBSR的制度 目的是给学生欢乐学习等求学环境 摆脱田牙市学习的制度 2014年 中山出众评估考试以校本评估取而代之 2016年 教育部更表明 即将废除小六评估考试 去考试化方式的计划势在必行 我们认证需要性 第二 更属性 数字教育主张对学生以视同仁 不把学生分为自由生和后进生 台北市谢建权博士教育问题研究报告中指出 能力分班主张分而置之 老学生分成自由生和后进生 严重违背了公平与平等的教育原则 是阻碍教育改革路上的绊脚时 我方认证更主性 第三 解决力 我方主张推行常态分班制 在2025年之前 先从实验性的学校逐步 巡视渐进扩展至全国中小学校 以减低改革路上磨合时期所产生的弊端 各位 常态分班制有助于鼓吹良好的学习风气 后进生因为长期与想要学习的人相处 引发了羊群效应 开始对课程产生兴趣 并而达到学习效果 台湾师大公民教育研究所 硕士沈卫军表示 常态分班让学生认识不同类型的同学 更快学习社会化 并学习对有差异的包容和互动 这些都是能力分班制望尘莫及的 大家要记得 班级不只是孩子们学习知识的场所 更是他们共同生活的单位 因为每个孩子的不同 家庭背景不同 学习能力不同 想法不同 优点弱点都不同 跟我们所生存的社会正好一样 孩子可以学习到跟不同的人相处 跟不同的人交流 进而拉近教育鸿沟 达到跨阶级的沟通 第四 损一笔 保留能力分班制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效率 可是效率什么时候 是我国教育哲理里面注重的 多智体群美呢 为了所谓的效率 而导致德智体群美失衡发展 这是因小失大而方不敢苟同 改革或许你能看到明天的曙光 不改革永远只能面对今天的夕阳 谢谢大家 谢谢这款一遍请您入步 请反发二遍上台秩序 时间为两分钟 谢谢大家 公学您好 你好 要看一个政策是否应该被废除 要看它有没有存在需要性 对不对 对 如果能力分班制有存在需要性 我方立场成立对不对 能力分班制有需要性 在这条在马来西亚的教育制度上 好谢谢 所以如果我方今天能够认证到能力分班制有存在需要性 我方立场成立 再来想和你方确认一下 当非除能力分班制之后 实际要是常态点班对不对 我方施放的是实际常态点班 所以今天您方和我方最大的差别只是在于分班的形式对不对 不一样这一方 今天我们看到是什么 我方能力分班你方常态分班 这一方还有更多的 我方医师是说当这大马的教育已经在这个改革的路上之后 我们看到能力分班制的因式教育 在于不符合这条路上 所以您方支持的是常态分班 我方支持的是能力分班 不是您方有连接的 我们是说常态分班比较适合改革之后 在您方提出分难的教育对不对 因为我们总向试制教育 我们它作为榜样 但同学您方知道分难的中小学总人数为多少吗 不知道 是60万人 那你知道马来西亚总中小学学生人数多少吗 是288万多人 所以这分难是多出马来西亚总中小学人数的四倍 你方知道吗 这一方我们今天不是要说跟分难是我一样 这一方不要乱乱来 不要碰到我吧 你方知道分难每天上学平均6个小时吗 所以 那同学你知道这个分难它一般有多少个学生吗 你方我知道你要分出分难教育和马来西亚教育的分别 所以你方也承认了分难后 你执行的问方向错误的 你方也承认了分难后 我觉得教育背景有差对不对 你方不要误会我方的意思 我方是说我们这个 因为我们走向改革之路 目标是数值教育 我们以分难作为榜样 谢谢大家 下来有请广方一遍 申论 时间为四分钟 即使加密予以开口后 开始运转 有请 谢谢主席大家好 今天我欢迎认为马来西亚中小学 不应废除能力分班制 能力分班制是指编辑班 是指编辑班的措施之一 通常依据治愈测验或学业平均成绩 或两者的综合指标 按得分明市值高低 将学生分辨到固定的班级进行教学 根据到会首册的意思是 技术规则 第一显示 由于今天我们的讨论是政策性编辑 所以这方必须交代 政策有价值 有值得落实之阴染性 也就是需要性 更属性 可行性与损利比 之推论 我方选择的是修改现状 成绩我方立场 马来西亚目前对经济萎缩的问题 要是重新规划一个新制度 重新培养师资 需要耗费庞大的人力与财力 在这样的环境下 现有的问题真的有那么严重 必须废除能力分班制吗 当我们说要废除一样事情时 它必须是无药可救的 就好比如说人家电脑坏了 我们不需要它 所以我们把它丢掉 可是各位 能力分班制所带来的问题 真的有那么严重吗 我方认为 其实这个制度并没有问题 我们需要改变的是实行这个制度的方式 实行能力分班制后 校方总是把 校方总是把最好的老师 重点培训制优生 但我方认为 其实这个实行方式并不正确 我方主张 让最有经验的老师 最适合教 最适合教育制优生的老师 去教导他们 让他们重回正轨 因为这样的方式 而 Hoodstock 不仅仅仅是无限有的问题 Handronkh 这个制度成功实行 因此我方认为 我国不应废除能力分班制 要还两天 flat 我们就可以看能力分班制 到底有没有提搭 存在需要性 我方认为 不会应该废除能力分班制 集于以下两点 第一,废除能力分拌制并没有其需要现场的属性 废除能力分拌对于我国来说其实并不是必要的决定 因为我国大部分学校都实行了能力分拌制 而老师们也习惯了这种教学模式 如果要废除这个制度,请问老师的学生会能够适应吗? 重新培训老师又需要多少时间呢? 再来,对方告诉我们,我们能力分拌制会对学生造成不公平 可是我感到对方,这个想法是大错特错 正因为我们能力分拌制才能让每位老师对每位学生进行专一的辅导或教学 让他们重回这个轨道,这样才能是对每位学生都进行公平的教学 才能达到我们教育理念 第二,中小学学生人数太多,需要能力分拌制才能经过全部学生 所以不应非除 我国现今面临学生与人俱增的问题 以教学规格,一般最多有35位学生 17至20位为理想课堂人数 可是如今我们所看见的情况 是每一班学生超过40人 老师除了要传授教学 还要观察学生学习的进度 是个不简单的人物 但实行能力分拌之后 将能力相同的学生归纳成一班 让老师能针对性地教导学生 按照学生水平选择教材 当老师在教导好班时 自然会用一些比较深、比较难的方式来教导 让学生可以学习更深层的知识 相反对于学习能力比较慢的班 老师则会更有耐性 并用比较容易理解方式来教导他们 学生才可照顾基础 才更能吸收知识 让学生各得其所 更符合教育方针 中上所住 房间绝入为马来西亚 不宜费出能力的方法制 谢谢 谢谢 请正方三遍上开咨询 时间为两分钟 谢谢 请正方三遍上开咨询 请正方三遍上开咨询 所以我们要把试试 制度不足的问题 因为现在大多数的校方都把最好的老师 对方不要告诉我大多数就论证你方立场好吗 请提出正正一个完整的数字好吗 对方没有提到一个完整的数字好吗 到底有那个问题或严重 对方没有提到一个问题或严重 刚刚对方的朋友也告诉我们 学校把最好的老师 重点贴于自由生碎 对方的学生最好 好看到吗 对方根本没有提出今天试试 问题到底严重到什么地步 到我们废除了这个能力分半事过后 还是不能解决吗 对对方没有试试问题 严重是刚刚我方 我方二遍有 我方二遍有提出了 对 对 在芬兰一个三名老 一个班有三名老师 对一个老师平均 对的学生是拔外学生 对方你误解了我方的意思 今天我方告诉你说 今天芬兰不是要全部都 所以我方告诉你 是马来西亚不是完全效仿分半 对可是我 可是马来西亚不适合这个方式 因为马来西亚根本没有 为什么不适合 因为芬兰这种私自 还有它的 所以看到了吗 今天我方的主编稿 已经提出了这样 2013年到2025年 大马教育大兰图里面 私自问题已经逐渐被解决的时候 所以可以 这时候的话 可以被除了能力分半是吗 如果私自问题被解决的话 可是现在私自问题 还没被解决 所以对方不要一致要求 我方直接解决问题 我们是许续渐进的解决问题 你方了解了吗 谢谢 第二 对方今天告诉我们说 今天没有需要和根主进去 退出这个能力分半是对吗 因为老师已经习惯了 现在的教育程度 对方 只不知道 2011年 我们已经开始进行了交改计划 对 所以 对方我们已经 慢慢的进行了交改计划 一步一步走的 素质教育的时候 为什么老师还是不习惯 有数据显示老师不习惯吗 所以对方 对方没有一直告诉我们 是一步一步改过去 对 一步一步改过去 谢谢 谢谢正方三变 下来有请正方二变博论 时间为三分钟 即时 将会有点开头 发言后 开始不算 有些意思吗 大家好 今天对方没有最大问题 只有两个字 师资 他今天告诉我们说 马来西亚还没有准备好 是因为马来西亚学生人数太多 师资不够 无法适应这个常态分班制 无法效仿分担国家 那我想请问你 今天对方没有应该是还没有准备这个数据报告 2013年至2025年马来西亚教育发展大难度已经表明 我们已经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在解决失智问题 提升老师的教学素质 所以这一点对方不要担心 再来第二点 今天对方没有还告诉我们说 你要解决的老师不习惯 因为对方没有还告诉我们说 你落实这个常态分班制 你就要说马上落实 如果有一个人不适应这个常态分班制 就证明了常态分班制 不适合马来西亚 现在我想请问对方没有了 我们告诉我们说 运动有助于强生 是不是说运动的人刀枪鼓入呢 没有这么说 我们只是说你不能告诉我们说 因为有人运动而生病 来告诉我们说运动不能强生 这本身是一个太苛刻的论证方式 这对方没有给我们最大的难题 所以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要做一个 我们要落实一个政策 或者是我们要改革一个政策 我们要循序渐进 我们要慢慢的 就是说慢慢的解决失智问题 就是慢慢的把资金投入在解决失智问题 慢慢的落实这个政策 这对方没有给我们最大问题 给我们最大一个难题 在第二点 今天对方没有了告诉我们说 要应财实教 那我想请问你 为什么常态分班是不能够应财实教呢 什么叫应财实教 就是说针对学生的本能 来给一些适合他的教育 那请问你了 在一个常态分班制的态度 我们好的学生 就是说学习能力比较强的学生 我们让他等 就是让他习惯他想 他想要学习的方式 而如果是那些比较弱的学生 我们就慢慢的教导他们 那想请问你 常态分班制也能做到应财实教的时候 这是不是对方没有了双重标准呢 接下来今天对方没有了告诉我们说 因为现在马来西亚已经面临了经济上的问题 因此我们不应该花费那么多的钱 来投入在这个改革政策 那我想请问对方没有 之前对方没有整篇稿没有一个数据来论 到底马来西亚面临的财务问题有多么严重 对方没有提出 而且对方没有也没有来论证 到底马来西亚失职问题有多么严重 对方没有负责任 再来我们看资金那方面 你是告诉我们说是大量资金 还是说完全都不能出那一点点的钱了 那对方没有要想 其实对方没有当真正的论证线 是没有给我们一个交代的 接下来今天对方没有来告诉我们分蓝是小 反正对方会误会了 我们只是说我们要朝向素质教育 我们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要100%抄分蓝教育法 我们只是朝向他的教导博士 这就是说平和发展均衡发展全大性 谢谢 谢谢正方二变 现在请您一路步 请反方三变上来自学 162分钟 好谢谢主席大家好 对方朋友你好 你好 好请问一下对方 每一位学生的学习能力速度都不一样 是还是不是 当然 当然好 既然是不一样的 班上有学习速度比较快的 也有学习速度比较慢的 老师如果教书的方式很快 对学习速度比较慢的学生是不公平的 对还是不对 你觉得这样 我觉得不对 对方不要 这就是我们常态的 这是我们常态的 对方没有我可以演示吗 对方认为这对学习不到的学生是很残忍的 你不知道吗 不 你不觉得残忍 所以对方的教习方式是错的 我们常态方是鼓吹强者帮助乐者 对方还是我的自学时间 比你更高层 好大家我们看到 对方觉得我们这样子 对我们的学生并不会不公平 对方这种想法是很残忍的 所以对方的教育模式是错的 学生学习不到也置之不理 所以对方这就是我们教育的真正理念 我们是鼓吹强者帮助乐者之间的沟通 好那你的能力方法是中的 好我们到下一个问题 请问对方因材私教你还要对吧 两者都可以因材私教 好那我想请问你常态分班 想让大家都把基本的东西都学好 有些学生学到比较快 有些学生学到比较慢 常态分班就不能确保每一位学生 没有很简单啊 我们就让比较强的学生等 然后我们慢慢去教导一些比较弱的学生 或者我们让强者帮助乐者 促进之间的跨阶级 沟通不是更好吗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说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常态分班 你随意分 这个班有好的有坏的 老师究竟要怎样针对那个学生来教导 对方没有我们 其实对方没有中小学他要求 不是那个所谓哪些标志 对方你回答我 我们要因材私教 我们要针对学生的能力来进行他们私教 今天你常态分班 你根本都不把他们能力一样的放在同一半 你要怎样做到这一点 对方没有我们可以 所以对方是做到这一点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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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师资分配布局问题是您方在主编稿提出来的 您方认为师资分配布局问题 所以能力分拌制应该被废除 所以各位刚才在咨询环节的时候 您方又举出了一个大蓝图的数据告诉我们 师资分配问题已经逐渐被解决的时候 为什么还有能力 为什么还有废除能力分拌制有必要性呢 再来 当然今天告诉我们 要拿芬兰和我国进行比较 当然认为 为什么芬兰可以把这个常态分拌实行了 把这个常态分拌实行了入市了 为什么我国就不能够 可是各位我方没有这样回应 四个字 国情不同 各位你们知道芬兰是怎样实行的常态分拌吗 他们是在芬兰的班级人数只有20人 平均学校人数只有180人的情况之下 才能把常态分拌落实得那么的好 可是各位我国今天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今天我国一般至少有35人 华校班级人数更是恐怖 一般达到40人学校人数 而学校人数平均达到1000人 这样的情况底下 这样的情况底下 到底要怎样和 我国到底要怎样和芬兰进行比较呢 各位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教育背景 那些国家的背景和我国有着很大的差异 是适合我国 更何况能力分拌制带来的需要性 是经由我国巴杜林当私讯学院 芬兰连讲师和哈米娜教授分析而来的 因此证明了能力分拌制是适合我国的教育政策 但今天不能拿其他国家和我国进行比较 因为芬兰是在这些教育背景的情况之下 才能够把常态分拌落实的很好 再来 另外第二个需要性是告诉我们 能力分拌制违反了教育品种 可是各位 今天当然认为 在能力分拌制底下 将学生分类归纳进行教学等同于违反了教育品种 可是各位 第一 为什么能力分拌等同于违反了教育品种 第二 取消能力分拌制又如何达到教育品种 各位 取消能力分拌之后 学生将因为彼此之间巨大程度差异 拖慢了彼此的学习进度 在你们看来是教育品种的体现吗 各位 真正的教育公平是补费除能力分拌制 让所有的学生都能在自己合适的环境下 进取自己应有的知识 这样才能带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公平 各位 美国博士的学院 资商辅导学系 学校资商组硕士班毕业生表示 从能力分拌制这件事情可以看到 很多时候并不是一个政策本身有问题 而是我们在实施的时候 心态以及方式出现的问题 才会让这些毅力良善的政策得到好的成效 谢谢 谢谢方帮阿弥陀佛 请您留步 请正方一边上台咨询 直接为两分钟 谢谢学校资商 你好 今天告诉我们农历分拌制的需要性是因为有 共随随随随博士说过需要对吗 所以他提出什么论点需要落实在哪里 因为他没有让彼此间的程度差异影响间的学籍 他把程度同样的学成回类 所以问题在于程度对吗 我来解决您方的问题 想请问一下今天您方的能力分拌制带出来的 硬财失教是什么结果你知道吗 硬财失教就是好的啊 所以我们要实施更加分拌 对方显然负责马来西亚现况中小学是什么样 我们看到的是 前精英班越来越 精英的学生越来越好 后面班的学生越来越差 甚至四报日期的时候 请问你的需要是又如何承认的呢 同学我方承认这是实行方式出现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主张修改实行方式 没有主张废除能力分拌 我们主张是得是改善 对方要这样修改 就是行方说有问题就进行修改 怎样修改 对于这个问题 对 我不没 对方今天告诉我他要修改现状 对方已经告诉我你要修改现状 对于现在提出的问题对吗 所以在这个想者越来越弱 想弱者越来越弱 然后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当同学拍好的 拍适合的老师去找后面班 将程度差异 所以你觉得现在问题在于老师对吗 显然对方没有做功课 想请问一下想和对方提出一下 今天2013年是2025年的教育大栏 已经对失智问题有解决的时候 请问问题还在于老师这方面吗 所以解决了所以我们就不应该废出能力分拌制 所以看到了吗 对方显然不明白现在能力分拌制造成结果是什么 对方我想总结 问题根本不在于失智问题 问题根源在于能力分拌制 对方的能力分拌制成立 再来对方 第二点 对方 对方告诉我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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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适合老师去找叉的学生的时候 叉的学生还是认为他和精英班的学生还是有个阶级分别 你告诉我说今天我是在插班 可是我看到精英班的时候 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不能像他们一样 为什么我还是在这么插 为什么还在插班 为什么要有这种标签 所以对方看到了吗 今天就算你让一个适合的老师去教叉班制的时候 他还是有这种阶级观念的时候 请问女方的这个能力分拌制 最根本的原因出现在这里的时候 逼出最大的时候 女方要如何解决 就是女方不完全没有交代了 再来 第二个 对方告诉我们说 今天能力分拌制最大一个差别 跟常态分拌制最大一个差别 是在于他的因材私教 可是 请问对方没有 什么时候我们大马教育今天也告诉我们说 今天我们要教育出更多精英 精英更精英 弱得更弱 请问你应该是叫好处在哪里 今天我帮 今天对方承认了 今天我们今天有一个大马改教计划 从2011年我们已经开始落实了KSSR 在中学也是落实了KSSR 在明年开始 所以对方看到了吗 既然我们已经漫步的走路 数值教育这条路的时候 你的能力分拌制跟我们的数值 在一次背道而持的目标的时候 对方为什么能力分拌制还能落实呢 所以看了吗 今天对方在完全不负责任他 无视我们今天大马现况的时候 所以我帮告诉你 今天你方是应该废除能力分拌制的 再来 对方今天告诉我说 今天最大我们不应该废除的能力分拌制 最大的原因是在于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老师不习惯 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以前的教学模式 可是我帮告诉你 今天我们无论是修改一个现状 或者是落实一个政策 都有一个改变期 都有一个适应期 都有一个适应期 对方不要指望我方 今天废除能力分拌制过后 每个老师每个学生都会适应 我们大概都要有一个时期去适应的 对方不要以为我们的这个废除能力分拌制 就是万灵限单 可是我方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就是 今天我们废除能力分拌制过后 就可以带很多例 就比如说今天我们可以一个跨阶级的合作 今天我们让强的去帮助落的时候 他们两个可以进行沟通的时候 今天叉耳学生在一个 有一个学习气氛之下 就是在我们的 我方前面告诉大家的是羊群效应 今天我在一个 很多人都需要学习的情况之下 叉耳学的 我应该去学习了 因为每个人都在学习 为什么我不去学习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 可以间接影响的时候 正在女方能力分拌制带不出来的效果的时候 所以我方告诉你 今天我们应该废除能力分拌制 谢谢大家 谢谢正方的商辩 请您留步 请反方一遍上台咨询 时间为两分钟 咳咳咳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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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总继对方朋友你好 好 首先想知一下对方没有数据 今天越来越好 插发生越来越插数据 请问对方没有有吗 对方这是常态 如果你认一个 所以对方没有认为您 对方没有认为您的学校 今天越来越好插发越来插 所以全部学校都是这样 对方要解释 可以吗 对方没有这东西是你提出来 我要解释 对方你能力分拌制 就是让强的阴台 老师要阴台试教对吗 OK 所以正常告诉我要 老师要阴台试教 所以老师要让强的 跟有声数据 所以他会进音乐来的音乐 对方没有好 这是马来西亚现在的情况 对我方承认 但大家要知道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是因为每个 是因为实行这个方法 就是老师 还有校方的问题 他们把最好的老师 重点可以选一次优胜 这是你能力分拌制 导致是马来的效果 不是 就是因为实行的问题 所以我们只要把 适合的老师 有那些老师 放在后面的班级 让他们重新 重新 重新对学生有兴趣 重回正轨的时候 请问一下能力分拌制 有什么不好 大家对方便有第二个问题 对方便有第二个问题了 对方便有阶级观念 对方便有说 能力分拌制有阶级观念 所以应该被处 对吗 因为你让一个前面班的学生 不要前面好学生 前面班的学生 不要前面好学生 好 好 所以今天我工作 我的薪水比我上司还低 所以我应该被处整个工作制度吗 这个不能 这个小学生 情况跟这个公司的情况不一样 哦 所以中小学 因为我们应该 中小学是小社会的地方 哦 可是当时我们说小社会 因为你要把 因为你说形形色色的人 常在一起就是大社会的情况 所以我们要从小开始培养 以后面对社会的情况 我们要有沟通能力 对 所以你说因为有阶级能力 有阶级观念 有阶级观念 所以我要废除这个东西 所以到后来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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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时候阶级观念 为什么这时候阶级观念就出来了 我方告诉你 是今天我们废级能力分拌制过 它可以更强 强的可以跟弱的沟通 不对 对不对 对 对方便有没有认证到 为什么 今天方案子不能 不能让强的沟通 因为你让强的在前面 他都在后面 所以这达不到跨阶级的合作 谢谢 最后有请访方三边 我们直接为三分钟 即时将会与您开口 开口白头 开始计算 尤其 好 谢谢主席大家好 首先今天对方便有一次 封击我吧 一个问题就是师资问题 好我们看一下 请对方误会了我方 我方说的问题 不是师资问题 而是师资分配问题 再来对方又告诉我们说 他们的教育大蓝图 正在解决着我们老师不够的问题 好既然老师够了 那我方的问题又何在 为何不要继续使用我方的制度呢 而我们看到为什么 我们要一直强调这个师资分配问题 我们必须要均匀 因为我们现在能力分班 我们把能教好的学生 就比较快的学生的 学习能力比较快的学生的老师 帮去教这一班 而比较能教学习速度比较慢的老师 去教这一班 让每一位学生都能真正学习到 这才是我方要的 好再来我们看 今天我们一直纠缠于芬兰国家 芬兰这个国家 它是全世界使用常态分班 最好的一个国家 它能使用的那么好 是有几个原因的 第一芬兰的老师 他一班20个学生 然后他的老师有三个 所以他这样子 他就每一位学生 能受到老师的关注 他这样才能 而他刚才回到我国 我国的每一班人数 最少35个人 一个老师 一个老师要对着35个学生 如果今天在使用对方的常态分班 有35个学生 每一个人的学习能力速度都不一样 我究竟我身为一个老师 我应该这样教导我的学生 所以我们才说我们能力分班制 把能力接近的放在同一班 方便我们的老师教 这是我国现在马来西亚 最适合使用的一个制度 好 现在我们回到来 能力我们 对方也认为我们应该需要 因材施教和有教无类的这种精神是好的 所以能力分班制 正是能让我们这些教育的精神体现出来 反观对方要我们废除这个制度后 这两个教育精神就无法被体现出来 所以这两个这么好的教育精神 难道要被对方 因为他的一面之有而被取消吗 再来我们继续看看对方告诉我们 常态分班可以认识不同类型的学生 更快学习社会化 学习互相包容 互相互动 我刚好奇的是 成绩同样的学生 不代表他们有同样的性格 我喜欢辩论 我的同学不代表他会喜欢 所以即使我们不常态分班 我们也能接触不同类型的学生 所以对方的顾虑是不存在的 各位我们必须明白 我们今天讨论今天的变题是 马来西亚中小学 应不应被除能力分班制 这是一道政策性变题 所以我们要看究竟这个政策 是不适合我们马来西亚的背景 而不单单只是好与坏 谢谢 谢谢 请请正方二面上课咨询 时间为两分钟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想请问你 你知道今天马来西亚教杆支 是怎么样 你知道这个教杆支 马来西亚的教育大法 今天马来西亚已经把KTSR 就是说已经去考试化 走向分量教育 请问你知道这个 你明白吗 我明白 它是 可是我们要看到它 只是提到它的所有教育 地方没有清楚了这个教杆计划 大家请问你 常态分班制就是跟着这个教杆计划实行 对不对 所以 好 来 地方没有达成一个共识 来 我们国防的需要性成立 来 第二个 我告诉你 农历分班制是不是依据考试成绩 有很多种能力分班制 好 那好 看学校觉得学生适合 所以用考试成绩 都可以啊 因为每一些学校都会一样的 对明白明白 那地方不要想 不一定只是考试成绩 我想请问你 您的能力分班制 是不是说 附属于应试教育 嗯 所以 是吗 现在我们面对到的是应试教育 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教育的方式 我们要听到我们教育的素质 对方没有 能力分班制 是附属于 这个 这个 应试教育的 所以我方跟 所以我方才要改啊 这样我们先来第二层 你告诉我们要改 改些什么 我们就要改变我们今天马来西亚 教育学生的那个素质 我们必要给学生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要学生一定要成绩好 好 对方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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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请问你 想这样 好的学生 比较强的学生 在一班 是不是说每一个学生 就是那个好的班 就不是更 就是比较投入他一些 讨厌的技巧 所以我方说 所以 明白 对方没有 对方没有 你想要不要 我想要就是给 我们不单单 只是要看他们 有没有讨到好 对方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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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这方二毕业 谢谢 在进入短语相见的自由辩论以前 下来只剩两分钟的教授 面授记忆的时间 在此提醒双方教练 在教练提出缓节时 请不要把任何的笔记 任何的指条交易变手 教练团只能给口头上的提示 有请双方教练 对方提醒双方教练 首先我们开前面的战场 需要性以及根损性 都已经达成了 我们现在来看解决力 来我们看解决力 对方没有影片 我们探讨解决问题 可能你私之问题 我们解决了 你还有什么担忧的问题 马来西亚 私之问题就是为什么 现在马来西亚 应该废除能力分拌制的主因 解决了就没有问题 不需要废除马来西亚 能力分拌制 那请问你 你告诉我说 你用常态分拌 可以做到羊群效应 请问你数据在哪里 你的解决力在哪里 对 没有 你要看羊群效应的数据 有我方这边有 你要来跟我拿一下 是吗 来 请 没有问题 等待我给你 好 还有你要什么问题 你还要什么解决问题 我问你还有什么解决问题 没有了 没有对方 不要你现在给我看 你现在讲给大家听 你什么给我看 给我看 没有用你要讲给大家听 好对方 我再问你 究竟为什么你 为什么那个实质问题 我们解决了 和我们的这个废除 到底有什么冲突 对方 不要学习风机 是我们学习的其中一个动力 如果我们全部 我想一下一下 如果那个班全部都是弱者 全部都是比较差 无心向学的 我们一直要 就跟着他忙 如果是一个强者 如果是强者的话 他们会努力学习 如果我们刚刚的 常态分班制 弱者当中有一盏灯 在黑暗世界里面 有一盏灯 照亮我们的时候 我们会一个传一个 就是所谓羊群交易 对于我这个问题 出现是因为老师 老师的素质不好 所以现在我解决了 这个问题 你告诉我说 大蓝图已经解决了私肢问题 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出现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被除能力分班制 你的需要性没有达到 不是 不是 是这样的地方 因为我刚刚也是 四次问题 是每个出来培训的老师 都会有大学资格 而不是今天我们缺少老师 所以对方 这是你方最大的误会 所以看到呢 现在每个老师 都有能力去教导学生的时候 都能以视同仁的时候 为什么对方的能力分班制 还需要 对我知道老师 瘦的东西 都是他们学的都是一样 我能成为一个老师 我是学过这个 但问题是 他去教那个学生 他就会有一个概念 这些都是差的 我为什么要教他们 我们要不要教 这个才是问题的根本存在 所以对方我们能力分班 才说我们师资分配好 我们要培训我们的老师 就算教插班了 我也要用新教 我至少把那个学生教成 他会基本的知识 对不对 那对方经理论证 今天为什么我们 费准能力分班制 常态分班制 为什么老师就不能一次同仁 那同学 常态分班可以达成 这个是你方需要认证的 再来今天这样说 这样说 这样说能力 实质分配不群 所以这样认证了 你方理想 可是各位 今天你方已经提出 当然数据告诉我们 这个实质分配不群 已经逐渐解决了 为什么这样还 支持要费准能力 对不起 我不是说实质分配不群 我只是要要求每个老师 都有大学的资格 这个就是我实质上的问题 当每个老师 变成好老师的时候 我就要把那个常态分班制 为什么要常态分班制 就有跨阶级流动 跨阶级流动 就导致羊群效应 不要没有你明白吗 好我告诉你 实质的问题 你要告诉我芬兰 芬兰的老师 都是有硕士文庭的 想请问你 马来西亚有什么 马来西亚有的是 师范大学的文庭 硕士跟师范大学的文庭 你看到西范别在哪里吗 你还要效仿 效仿官男生在教育 你看到你有可行性吗 对方没有 你只是告诉我说芬兰非常好 可是为什么 我们不能做得很好而已呢 这是对方没有 没有告诉我一点 我今天做得很好就可以了 我没有必要做到非常好啊 对方没有明白了吗 对芬兰做得非常好 为什么我们国家做不好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 它不适合 我们现况不适合 人家才20个学生 我有30多个学生 我有3040个学生 你要我一个老师 我怎样面对这样的学生 而且他们还是要学 你的速度都不一样的情况 所以 对方没有 对方没有误会今天我们 校仿芬兰 不是因为他的国情比较好 排名比较好 我们校仿他带来的素质教育的 那个公平平等全大性的高品质 不是学习他的风气 不是学习他的 不是校仿他的白 不是校仿他的排名 所以想请问一下 为什么当常态分班这时候 老师就不能以视同人 所以总结一句 现在常态分班在我国现况 是做不到的 因为我国的失职问题 而且现在我想请问一下 对方你刚刚告诉我说 你让好的学生等他们 弱的学生好了 我们才去给他们学习 是吗 我想请问你现在好的学生 我已经没有那个兴趣要等了 你要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对方没有 对方没有今天我们 对方没有一句做不到就做不到 好今天有一个老师教二十个学生的小的常态分班 是我们也可以用一个老师对四十个学生的大的常态分班 是吧小有小的教大有大的教嘛 再来这方面你告诉你 对方你错你听错了 分担是三个老师对二十个学生 我们是一个老师对四十个学生 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才可以认证 包括我想问你 我们今天常态分班 如果你说我们让强的学生等 他要等到什么时候 错了对方 错了对方 今天对方没有误会了我方的意思 我方要我们追求的是芬兰的教育目的 而对方没有要我们论证的是 追求芬兰的教育手段 两者是不同的 所以对方没有误会了 大家请问你 我方的常态分班是能够化阶级沟通 你方的做得到吗 我方同学教育目的都一样 再来一件芬兰制 所以能够落实这个常态分班 是因为他们有足够实质 他们有这个筹码 可是今天我国根本没有在筹码的时候 请不要再以芬兰作为比较 所以对方也知道教育目的一样 所以对方也承认了 我方在总向素质教育这一环 想请问在总向素质教育再高 我使用能力分班制来分配学生的话 如何达到公平平等高品质全纳定 对不对 再第三次追问 请问一下对方没有说 要让好的学生等 要等到什么时候 所以对方看到了吗 今天你的最大问题就在于 今天为什么我要让人家等 为什么要强的让弱的等 可是我方告诉你的是 今天我们是强的帮弱的 我们是有个跨阶级沟通合作的时候 您方达不到这一点 所以您方的这个解决是解决不到 再来追问对方 请问今天如果你的能力分班制 只注重智智上面的发展的时候 怎样如何达到得智体虚美 弱的让强的等 是你正方恶变告诉我的 所以我想问你 现在是不是我在班上睡觉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会啦 我等我在等啊 不是这样的对方 我方告诉你的是 今天我们不是真的让他白白的 如果他要去学习其他方面 他可以去学 我方没有阻止 可是我方告诉你的是 今天如果我们实行常态分班制的话 强的可以帮弱的 他们可以进行沟通 这些标签也会被逐渐减少的时候 这是您方能力分班制达不到的 再一次追问 请问您方的要如何达到得智体虚美 得智体虚美 我们稍作修改 不过我们提高 我们修正我们的教育真正理念 我们就能做到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废除我们的这个政策 而且你让那个学生等 你告诉我强的学生会去教弱的学生 所以你强的学生 一定会去教弱的学生吗 还有我们让他等老师忽略的强的学生怎么办 对方别人讲修改教育里面 然后修改过后 怎样会变成得智体虚美又能均衡发展 对方别人 拜托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所以看到吗 他要我们等 然后等到老师教好弱的 然后我们才教好的 所以我们就忽略了好的这一群 所以真正达到教育不公平 违背公平的是对方的常态教育 对 对方别人说他要求的是什么 要求的是全A生 对方别人说要求是我们的数值 可是我们看到什么 小学跟中学要求的是 所有人都基础教育就好 不是要求数值 这是根据马来西亚教育教育的理 谢谢 所以对方别人一直都理解错 我们的教育理念 我们不是要全A生 要全A生是现在这个理念 可是我们要改变的是现在这个教育理念 我们要把它改成 后面八学生能跟上原本的进度 前面八学生也可以去教 也可以去教后面八学生 只是这两个根本没有冲突 所以根本不需要退出 所以根本不需要退出 谢谢 好 谢谢主席大家好 首先先解决对方最担心的问题 就是因为他担心的是 我们过于注重成绩 打造出很多P的 考A的机器人 我们会忽略数值 可是对方刚刚告诉我 主编一告诉我就说 校本评估 这些考试是为了注重数值而存在的 所以现在我们注重数值的情况下 我们再用能力分拌冲突 何在我方看不到 所以对方论点不成立 再来 今天对方一直告诉我们说 他的解决力 羊群效益 我方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任何数据 告诉我们说 一用常态分拌 马来西亚就可以达到羊群效益 对方没有举出数据 解决力没有 好 现在整场辩论打下来 对方其实是用 用这种很不负责任的态度 来告诉我们能力分拌制 其实是一个麻烦制造机 他告诉我们说 插班学生自发自弃 学生他们被造成心灵创伤 这些都是能力分拌的错 可是我方认为 这样的做法是很不公平的 就像我方见手多次强调 对方这些问题 并不是能力分拌制所带来的问题 而对方今天一直拿外在的因素 学生自暴自弃 这种各种的外在因素 来讨论今天应不应该取消能力分拌制 是不正确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些都是见仁见智的 孩子没有办法接受自己 独擦班自暴自弃 这是因为孩子心智不正确 心智不成熟 这是因为父母家教不够 那这样的孩子 即使他利用常态分拌 他去了好的班级跟别的班 跟好的人一起竞争 一起学习 他会觉得自己不够人家好 比人家差 他还是会感到不开心 还是会感到受伤 所以这是心智问题 要解决心智问题 最主要我们要做的是 加强家里教育 加强心灵补导 这才是解决心灵问题 而不是废除能力分拌制 就可以解决的 所以今天 既然对方所说的问题 都不是能力分拌制所导致的 那也就意味着马来西亚能力分拌制 根本没有取消的必要 所以总结一句 对方的废除的动力 是没有需要性和根属性的 从解决力的层面来看 对方一直告诉我们说 芬兰的常态教育很好很好 OK 没错 正如对方所讲的 常态分拌的确让芬兰的教育程度 拿到很好的成绩 可是芬兰适合用 是不是就代表在马来西亚 在每一个国家都适合用 今天芬兰的教育模式 芬兰的班级人数 老师的培训系统都不一样 同样的从头到尾 我方告诉的是 能力分拌制更符合的是我国的教育 而不是常态分拌不好 所以我一个制度 即使它再好 就有可能因为国情的不一样 而达到不一样的效果 产生不一样的变化 而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最符合马来西亚教育 教育精神的教育制度 就是能力分拌制 更改模式后的能力分拌制 不仅仅能够让学生学习知识 更能达到因材施教的效果 因此我方认为我方的政策 更有解决力 其实对方便有 甚至是普罗大众 都有一种错误的概念 就是我们因为能力分拌 我们会太过注重成绩好的人 我们会注重精英班的学手 忽略后面班的学手 让他们自生自灭 现在我们把学习较弱的学手 分在一个班级 不是为了让他们颓废 更不是为了让社会 有多一个标签来取笑他们 我们是要用一个更适合 更适合他们步伐的一个教育制度 去教导他们 用更简单一种的教育模式 来教导他们 这才是我们 我们一开始就告诉大家的 我们要做的是 让这些学生重回正轨 这样做的是想想 如果你让一个数学 都不及格的人 去学一个高级数学 这个学生会变得怎么样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还不会走 我们就要教会那个人去走 而不是让他 而不是强行逼他去跑 跟着那些会跑的人去跑 我们要做的是 让他慢慢学会走 再接着跟上大队的步伐去跑 而今天要做到最好的教育效果 只有因材施教 为什么要程度的学生 打造一个最两身定造的教育模式 才能做到推进我国发展的效果 因此我方在损一笔上更胜一筹 在结束城前 我想大家先想一想 究竟能力分班 是不是导致我国教育政策 和失败的主因 究竟我们是不是非丢弃他不可 究竟他事物上本质上 就存在了一种不可解决的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方方思辨 最后 有请郑胖思辨一部中央讲台 您的总结时间同样有五分钟 即时将会与您开口发言后开始之载 有请 谢谢主席大家好 首先今天这方面的最大错误是什么 他一开篇的稿 他本身就一个错误 就是他本身他是自己认为而已 他没有给出任何说 一个学家所说的一句话 任何一个数据来证明他方的论点 因此这个时候我方是不苟同的 怎么说呢 他还开出一个可以 是否可以适应呢 这个政策 对方没有 我们今天每个政策都必须有一个适应期 所以我方呢 我方有一个解决力 就是说 我们今天有一个实验性的学校 去放几间学校 就很像我们的乡村学校 城市学校五间五间 中学小学又五间五间 又让他去适应一下 他在这个常态分番制 是否是可以适应得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方所谈的这个解决力问题 所以因此我们也看到就是 对方没有这个是否可以适应 对我我方觉得非常可笑 任何一个制度 对于刚刚进来的人说 就很像我们生病嘛 我们今天得了一个癌症 我们要拿答案的抗体 才能知道我们今天能解决没有 所以我们必须要一点的来适应过后 我们才能把大量的来投入 所以对方没有 不要误会我方意思 然后对方没有还问我羊群效应 我就现在来给你解释一下 羊群效应是什么意思 羊群效应就是说 我们今天这个跨解体流动 常态分番制 就是把好学生 和这个能力比较差的学生 两个参在一起 由于这个时候 我们把它交流之后 这个就是我方所说 你看我们开主编稿 已经提到 在这个台湾四大公民 公民教育研究硕士 沈慧君曾经表示 常态分番制有助于 鼓水良好的学习风气 也就是后进生 因为长期 与想要学习的人相处 因此发挥了羊群效应 因为我跟这个金英生 参在一班 他想要学习 因此我更多了进诸者 所以我就会变成想要学习了 大家看到吗 这个就是我方所说的 羊群效应 然后这边我们来看一看 我方的需要性 为什么我们说需要废除呢 因为这个需要废除 是因为我们已经迈向了数值教育 这个就是教改计划当中 我们想要迈向芬兰的数值教育 所以在这个芬兰数值教育当中 我们看到了 数值教育 它本质就是想要的就是 德智体群美 这五大五毛平均嘛 然后今天我们看到的能力分班制 它是以什么来分班 能力分班也就是 我们要考多少颗A来分班 这是普遍上的 然后我们看到 考多少颗A来分班 在本质上 它已经相冲了 因为我们今天不鼓励 只注重智力 然后今天这个能力分班制 就是导致到 那我们会有一个畸形的效果 就是智力 这个得智体群美 那智力是突然飙升的 而其他的是贬低的 所以我们就是不要这样子 我们要的就是 德智体群美 这五大方面都平衡发展的时候 我们才说 我们要常态分班制 所以我们今天 需要废除这个能力分班制 因为它是一个半角石嘛 再来我们今天说 更属性问题 我们今天数值教育主张呢 就是对学生们一视同仁 怎么说一视同仁呢 我们不把它分为自由生 还是后竞生 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 这个能力分班制 就是把它跟人 自助生的速进 和这个 后竞生的时候 这个就变成不好的性 现在这样 而我们今天就是要把它混在一起 我们不要让它 知道标签的效果 所以我们更属性 就是要这样子的 都要没有你明白 吗 都要没有你今天非常喜欢 谈解决力 你很大堆的问题啊 你要怎样去解决 当然这个师资 我们为什么会说师资呢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大学 我们老师要给他有一个大学的大学资格 让他就变成一个好老师 一个面对四十个学生 这个好老师也是有能力应对嘛 然后对外面告诉我说 我们这个分来是个小班子啊 我们这个分来是三个对二十个嘛 三个老师嘛 可是对外面有小有小班子的交 我们也有我们方式交 我们没有说要完全效仿他 我们只是说他树立为我们的一个榜样 我们要慢慢迈向素质教育 因此我们说这个师资问题 我们要让他让这些老师 去读一个大学的资格 对外面你明白吗 再来对外面非常喜欢提的 还有是什么呢 对外面提到了这个 对外面看来反方恶变 你提到了这个人分班的方法 你要怎样分呢 其实我们要分班的方法 反方那边我告诉你了 这分班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就只是把好的和就是后进班 全部参在一起交 这就是常态分班制 我们为什么不要把它分在一起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标签 这个标签会让到我们 我们自己的学生心理不平啊 这个就是自卑感我方想要谈了 为什么我们说常态分班没有自卑感呢 因为我们会通过交流和取消这个自卑感 如果你怕精英生和这个常态生 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人来证明的 就在这个林文乐这个心理附导老师 他已经告诉我们 这个能力分班制呢 导致到这个后半身的学生呢 因为后半身 因为他天天呆在后半身 他就说我是最后班嘛 所以他就无心向学 所以这个也导致到 我们小学生上中学的时候 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是错学的 就是因为这个能力分班 这导致到他无心向学的问题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把忙自便 比赛正式结束 接下来评审会有两分钟的缓送时间 来决定第一轮的印象票 以及添加印象票 很快大会就会为大家公布第一轮的评决成绩 我觉得这个题目是还蛮简单 就是从题目上看起来蛮简单 但是它最难的地方就是 你怎么样在细节方面要战胜对方 然后怎么样在最准确的时刻 制造出战胜对方的画面 什么意思就是说 这个题目基本上没有什么好讨 什么叫中小学 对不对 但是基本上就是分班是肯定要分班 是怎样分班 然后我觉得双方今天所要谈的东西都非常明确 一个讲的就是我要常态分班 就基本上就是所有人在一个班里面 对不对 我再讲的是脑力分班 就是有精英班跟邦宁班 对不对 非常明显 好双方基本上没有不好正常 但是这个部分一开始 正方所提的就是 他觉得应材私教本身也有不对的地方 如果按照能力分班的话 为什么会有一些放牛班 基本上从一开始再放牛 结果到最后你会就放牛 跟到最后会错学 那我们就建议要常态分班 然后在羊群效应底下 就那一些强的学生 就可以教一些弱的学生 OK 然后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 然后以现在的失职 还有实验性阶段已经做了 其实是足够可以实行 OK 然后我觉得一开始 反方的立场 其实告诉大家就是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必要 为什么没有太大的必要 只要我们进行小修改 什么意思 就把最好的老师 调去教最差的班 然后经验比较不太好的老师 去教最好的班 OK 这是正方一开始讲的 OK 然后他进行的修改是这样子 然后他觉得 在马来西亚不太适合走 常态分班 原因是因为我们跟芬兰不太一样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师资 跟学生 跟老师的比重不一样 因为他觉得你们所讲的 那个常态分班本身 很需要整对性 也就是说老师要够多 学生要够少 才可以相对的 达到立场所要达到目的 但是现在马来西亚基本上 还没有去到那个水平 OK 回到这个部分 我觉得双方的讨论里面有一些东西是 呃 不太 不太 精准 或者说他不太 从逻辑上不太正常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方方是有提出 我觉得我 我提出一个例子 就是方方说 人家本来本身不一样 我觉得一开始 一开始你们的讨论是这样 本来不一样 然后你们讲 我们可以往数值教育这个目的去做 然后间中我们已经有开始做改教 有很多教改制度 对不对 很多教改制度已经在进行着了 然后你们在那个过程的时候 你们又有回答 我们不是要学芬兰的全部 我们要学芬兰的目的 然后那个过程本身是我们可以进行调整的 然后那个时候就出现了 我第一个疑问其实是方要反方 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分蓝 OK 那时候我觉得我还可以接受正方的讲法 就是我们有足够炒的那个部分 但是在往后达的阶段里面 方方讲的是什么 方方一直在提倡就是分蓝 三个老师一半 过二十个学生的 那么 马来西亚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个 我觉得这个部分反方少讲 为什么三个老师对二十个可以做到 为什么这样子才是要合理 为什么这样子才有可能 相反 如果他情况 是一个对四十个 为什么肯定做不到 我觉得这个肯定做不到的原因 是不是跟你们过后我讲 我们在争吵这一些不太正常的逻辑 就是 是不是 一个硕士对四十个 跟三个学士 就有大学资格的老师 OK 好 包括你自己讲有师范的都好 是不是三个师范生不如一个硕士生间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争吵是很无畏的 你知道吗 是不是学位本身 就可以代表那个老师很尽心尽力 跟他能够更好和英才之教 那我觉得学位本身顶多是知识吧 可能做老师的学位 还有考很多其他我不懂 OK 但是我要表达的是 你丢博士硕士 你的是学士 或者你自己猜 那师范生好吗 我觉得师范生也没有太差 我表达就是 我很简单要表达就是 你丢博位 然后他丢你的博位不如你 那一个部分的整潮是 没有大意义 对不对 你要强调就是 三个对一个差别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的二四小时都是有限的 为什么学生的二四小时有限 可能在班上八个小时有限 如果他互相八个小时有限的时候 三个老师教 三个老师看起来 从你正常的直播感受 他比较正常就是 好你可以在同一个班里面 那么我可以先教 比较高能度的一个老师负责 然后比较中等程度的第二个老师负责 然后比较差 那我就另外一个老师负责 因为正方一听到三对一 他就 然后他最后一个房间 他就告诉你 我们在逐步改向那一个部分 我觉得那个三对一 跟那个比例的问题 是你们没有好去处理的 你们把龙孔性处理成 我们的师肢有在改善 如果你刚才告诉他讲 我们有实验性 我觉得这个部分你有实验性 因为你是正方 你要矩正你的实验结果是什么 看到吗 你正常你没有矩正实验结果是什么 你是回到去实验性吧 你知道吗 当然 反方也没有问正方实验结果是什么 但是至少你的第一层 三个对二十个 那个部分的印象是正方没有拆掉 你要拆掉它的话 那你要跟你讲我实验性结果怎样 你知道吗 就在你们的反驳次序上面 是没有很公正的 你完整性的讲法应该是 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交改工作在进行的 然后师肢可能从以前一堆四十 现在我们可以一堆三十五 再三年过后可以一堆三十之类 又或者我们师肢足够 不过我们可以二堆三十五好不好 你听我讲吗 你要有一个train告诉大家 我们已经在这个过程当中了 所以当然一出而就 我相信反方也不会要你做的事情 那么你整个配套式的讲法就讲得过去 我们虽然做不到最好 但是我们做了这个政策性的改变后 更比较好是更贴近一步 你整个完整的讲法是没有讲出来的 懂吗 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就你们现在讨论着 那个羊群效应 反方同学问你们的是 羊群效应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可行性有多高 他从来都不是问你羊群效应的定义是什么 你懂我讲吗 他们都听懂定义是什么 但是这一句话也没有来自反方的口中讲出来 因为我是反方 我既然问你的是可行性 对吧 我真的不是不懂羊群效应是什么 我是问你在现实操作里面的可行性有多高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正方没有解决到的 正方只告诉我 羊群效应的定义是什么 然后根据某个人讲 他可以有这样子的效果 但是你们告诉我 他已经在实验性的阶段里面 那实验性阶段 有没有强患的数据证明他OK 你跟我讲什么话 就是互相帮助那个东西变得很热烈 对比 特别是反方同学告诉你 就是按照能力分搬都好 你除了班上跟他不一样之余 你可能还有参加活动的 你还是在同一个学校里面 所以你还是有接触机会 如果你看到那个录影里面 爸爸曾经讲过 在现况底下 他也讲过一次而已 在现况底下也是有相处的机会 为什么在班上的相处的机会 变得更加的珍规 那部分其实正好要告诉大家 你在同一个学校里面 相处 你接触的可能性有多低 对比你在一个班上里面 所以为什么说同班同学的感情 可能会比同级 可能如果你是大型的学校 可能在一个班级里面有十个 从精英班有三个精英班到三个放流班 那基本上你跟第一班跟最班 那肯定没有什么好接触 包括你们常常活动都是一样 都不会太是一样的 你懂吗 你们没有往下打 为什么在这一班里面 羊群效应产生的可能性比较大 你是好像有一些推论 你懂吗 这个部分是反方有在挑战你们的 但是反方本身 我觉得如果你认证不到羊群效应 在现实里面 OK 实验性结果是真央 那你有没有想过 尝试去质疑反方家的 反方讲到的东西是什么 反方讲就是 他要把最好的老师放进最差班 倒转回来是什么 最差老师放进最好的班 你想看可不可行 他这个修改本 生的损益比是什么 会不会变得更糟糕 懂吗 你们的强法去到总结的时候 你们的交法去到总结的时候 总结是进主者赤 那进主者赤的现在是什么 进末者黑的吧 你知道吗 那同班的你想看 为什么要把他们隔离这么远 就那些可能放牛班的学生 会不会有机会影响 进行班 这个部分也是 我也是觉得很奇怪 反方没有去攻击啊 不过反方可能也觉得攻击 不会对自己的东西也怪怪 你懂我讲什么 就同样的话 你看进主者赤 进末者黑 还有一个是学好三年 学好可能三年 学坏可能三天吧 有没有想看那些很努力很努力 有没有很大可能学坏 也有可能 我觉得相关的可能性 是双方没有去讨论的 你只攻击他 OK 他为什么一定要去交 你其实也有一定的矩阵 只能告诉大家 其实他不太会了 你知道吗 在网上讨论 你们还有讨论到那个标签 标签的问题 我觉得标签的那个部分 其实标签的部分 对正方是很重要的 但是正方没有把标签打好来 什么意思 方方今天要维持现况 维持现况就是 把好的老师 他修改先做 就把好的老师教不好过班 OK 你觉得好的老师 会讲标签那句 那你觉得相对经验 没有这样好的老师 或者知识没有这样好的老师 用来教精英班 你想看精英班的学生 会想对待那些新来的老师 然后那些很有经验 一路以来 就是很有经验 可能是教每一个教A的老师 然后去教那个方语工班 你懂吗 他会不会还有心教 我觉得标签有很多 在操作上的问题 是双方没有讨论 你知道吗 因为正方一直在守 守到最后 有一些问题是没有解决 比如四肢比例的 那个问题是没有解决的 我觉得你在一直在守 不如你想去公开一下对方 修改现状过 他那个画面其实很恐怖的老板 为什么当反方一直在这个变风里面 那他要等 OK 我觉得你要去看 实际上他可能是要等 马上这些阶段里面 但是零方的是什么 零方的其实基本上是吃力不讨好 你知道吗 你把辛辛苦苦培养到的 所谓的精英 然后再有那些比较差的老师 或比较经验比较少 让你自己教 精英可能等了吗 等拔没 然后我们精英就会被人去中等 然后底下那群比较差 他就讲 把最好的老师 把去教 已经是差的学生 你觉得那个可行性有多高 有哪一个国家是走这样子的政策 就是比较 原来你们讲的 把比较适合的老师 对不对 你把比较适合 所以说什么叫比较适合的老师 就是比较适合的老师 你看 这个东西也是正方没有幸会反方的 什么叫适合 就是知识水平差不多 但是我这个超有爱心 那个叫适合 但是你想看 知识水平差不多 他超有爱心的那个 他怎样去教精英班 你懂我讲什么 就很多在细节方面的操作 是双方没有去在意的 你知道吗 你没有去在意的话 那剩下一个 就看谁挖对方的舱巴比较多 如果我觉得那场比赛里面 反方是挖正方的舱巴比较多 然后正方解释不到 所以我就把我印象不要投给了 反方同学 就在这几个关键性的那一个交符上面 因为我觉得反方同学 我们没有去放大 他修百姓框 效果可能会比你的差很多 你不觉得他当好人去教 放牛班 然后放牛班 有一些普通的老师去教 可是我相信他的可行性 跟他的解决力是超低的 你们也没有质疑过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就这样我把我印象不要投给了 好 谢谢 好 大家好 我现在是还在考虑着是不是会有分票的这个倾向 我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想法是因为双方在提出了不同的教育手法的时候 我认为是双方都有自己的理由 而不足以概括或者是打败另外一方 在你们推销这两个教育手法上 正方的教育手法是很 他就告诉我们说 现在我国的教育政策或者教育的那个 教育政策啊 开始趋向于这个数字教育 他就讲有改这个UPS啊 有改这个PT3啊 所以他讲 在通往这一条路上面 只有这个能力 能力分担制的话 它是一个半小时 它会阻碍我这个整个计划 所以我要把它消掉 这个是他要追求的这个结果 而对于反方来讲 是想我这个能力分担制是最符合我国的 这个教育手法 这个分担制度 而你所讲的种种问题 只不过是一些细节上 我们没有调整 所以调整下来的话 就OK了 不过大体上我们还是要这个 这是双方提出的这个教育理念 而这个教育理念上面 我之所以会先把这个票投给正方 是因为正方似乎有一点点类似 我们通常讲的有根据的东西 来陈述他所要讲的东西 例如一些专家的话 与一些博士讲过的话 或者是外国一些现象告诉我们 心理现象都好 或者是一些教授还是老师的这个意见 告诉我们是有这样的东西 而这个只不过是比反方好一点点 因为整体上来 大家都是讲这个很模糊的话 我大概知道有改进过后就有好 这肯定是 这肯定是 字面上听起来是肯定是 有改东西肯定是好 可是怎样改 它怎样变好 不管是正方都好反方都好 完全都没有讲 就好像一些例子上 例如讲2013年到2015年这个教改 好像改了什么东西 可是我不懂到底最后改了什么 老师数量 老师数值 还是 只是那个教育理念改 其实老师还是没有改 这种种 到底那两年到底改了什么东西 我完全不知道 所以大家用了这个2013年2015年 好像改了东西 就紧张 就 开始出了 好像有改了东西 又好像没有改了东西 按照反方来讲 好像改了数字 又跑回去正方那边又好像不是数字改 只不过是整个理念改了 到底改了什么东西 我完全不知道 所以这个是整场下来的问题 而问题是在于到最后只能可以判断 就按照正方讲过的 这是我们常态上认知 你们完全不给我遗照的话 只能把我 只能用这个 个人认知丢 丢回给平审的话 我觉得这对 不管是对正方 对反方 都是很 很危险的 取决在我喜欢哪一边 我就会拖哪一边了 这是很危险的 而在这个场次上 因为正方有类似一点点的这个根据 或者一点点好像有什么权威人说过的话 所以票有先暂时放去那边 不过我接下来会不会 关于分票的这个理念就是 按同样的标准到可行性 还是损利比较 到底双方有没有这个互相去攻击 我在场看来会有一个观念就是讲 一直抨击对方有这样一个厉害 世界上没有东西是完全好 你肯定可以抨击他厉害 他也肯定可以抨击他厉害 可是问题是在于 到底抨击到最后 我到底要接受谁 完全是没有一个结论的 我只知道他有问题 你也有问题 所以到最后 还是回到那一个东西 他的问题似乎好 你攻击他的这些种种原因 不管是是不是肯定的 就学生里面 是不是羊群效应 是肯定会发生的 或者是老师这些数字 会不会有提高 或者是你做你的常态分担 是不是真的可以取下你这个数值教育 稍微有稍少一点 类似有根据的东西说出来 所以票先会暂时留去那一边 那至于我在回想整体来讲 反方的这个 他给出了这个教育手法 正方是否有给予回应 或者是吹捕他整个手法 如果是没有的话 很显然等一下 他的取选票我会倾向于方方 暂时是这样 谢谢 我会分票 我的判决很简单 我的印象票是根据 谁给我比较多的疑问 我就不要判给谁 所以正方的东西 反方有攻 可是正方有手 他每个东西都有给我一个答案 先不要讲这个答案的强度够不够 可是他是有回应的 所以他给我比较少疑问 他给我比较多结论 印象票我决判给他 那决选票我会分票的原因 在于攻和守 因为一个奥瑞刚的政策 提优其实是这种题目 你们主张修改现状 你们主张替代方案 因为你们要废除嘛 你们自然而然 就会提一个替代方案嘛 那所以双方其实都有攻 都要攻都要守 你们是攻零巴仙的 因为你们没有去攻击 对方的修改现状 怎样修改 修改到好不好 修改到怎样的程度 修改了过后 是不是可以解决 这个能力分半自带来的问题 你们这个攻方面是零巴仙的 那你们守咧 就要看对方对你的公司是多少 那我是不会脑补你们的东西 就是我不会去用我个人的那个意见 去帮你们 巩固你们的立场 所以 官方今天提的这个修改现状 你们没有去攻击他 这样换言之就是他成立咯 因为你们没有攻击他嘛 而他们是一直去攻击你的 所以我的那个 这个决选票会分票纯粹是因为工房的这个比例 我是用这样的判选方式 那我我我去向给你们建议了 用内容作为例子 第一个东西就是 到底今天正方需不需要提出一个替代方案的程度 来 今天你们的题目是废除能力分绑 可是整场打下来 我觉得题目变成了马来西亚中小学 应不应该落实 常态分绑子 我觉得整个 题目变掉了 所以我们今天 一个很大的疑问 来自于 这反方的截变 最后截变稿逃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 他问我们 他叫我们思考 到底正方所提的所有的弊端 是不是源自于能力分绑子本身带来的 这是一个疑问 which 你们整场应该要在这个点 达到最够利了 可是你们没有 这个疑问抛给我们 我们也是疑问 第二个东西 你的第二个问题是 能力分绑子本身 可不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你整场有没有讲到你回想去 也是没有讲到 你整场讲下来 你就一直在攻击对方的常态分绑子 而你自己的修改现状 到底能力分绑子本身可不可以解决 还有它本质有没有带来这些问题 其实你们是没有去解释的 所以大家的印象看起来 你们就很少讲这些东西 那正方今天其实有挑战你们 在于你咨询的一个环节 你问他 到底教育不平等 是不是更属于 是不是附属于能力分绑子带来的 这个战场很重要 可是你们没有在打 所以整场下来 你们的增值点会转去失支 然后我觉得失支 我一直奏美脱的原因是因为 到底失支跟能力分绑子 中间的connection在哪里 而且你们的那个失支方面的 那个知识是有错误的 因为现在要做老师的话 那个读中是一定要大学文明 已经是学识资格了 然后教专学院其实也是大学文明的level 所以根本问题就不在于失支 你明白吗 问题在于这个能力分绑子 本身带来的问题 可是你们登场打去失支 我就一直在做美头 到底你们要讲什么 然后正方今天呢 截变最后有跟我讲 就是能力分绑子是一个 可以以考A来去评估来去分绑吗 对不对 我觉得你应该往这方面去 Ellaborate 所以你的这个截变稿 你们双方的截变稿 应该放去主变稿 然后你们的截变稿 放去主变稿 后你们只跟我们讲两个东西 第一 能力分绑子 本质所带来的东西 如果你要修改现状 你就要去解决这些本质带来的问题 可是你有没有 你没有 你就是很笼统的讲一个 把适合的老师放去适合的 适合的班级 可是读中 一个老师是要交前面班跟后面班 可是每次回到办公室 全部的老师都在投诉后面班 为什么他们会读后面班 因为他们不喜欢读书 所以你要修改现状 你就要修改他们不喜欢读书的这个问题 which你们有偶而提一下 可是你们没有给我一个标题 你们的标题应该在于 你们要修改现状 你们的修改方案有1有2有3 第一个思想改革 我们改革老师的这种态度 我们辅导他们 我们跟他们讲 为什么学生不爱谷出思想改革 我要这样的标题 这样我们才会明白你们要打的东西是什么 不是讲我们要修改现状 把适合的老师丢去适合的学生 这样我觉得正方的替代方案 他的illaboration会夺过你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你们很像不知道自己要打的一个方向 这是我的印象不要判给你们的其中一个原因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 第一这个是教育的题目 教育的三个单位是什么 老师学生和家长 对不对 你们只谈到老师 你们没有谈学生 你们没有谈家长 甚至你们没有谈教育局本身的政策 你们touch到的东西 你转到去常态分班子了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在讨论这种奥瑞光的时候 你们要定时的去看一下你们的题目 到底我们需不需要把整个战场 转到去常态分班子 弄到自己这样辛苦 还是我们只需要去挑战对方 你的能力分班子是以考A 考A的这个制度 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对学生 对家长 对老师的影响是什么 然后你们才偶而提一下你们的替代方案 替代方案可以有很多 你不一定要用常态分班子 这样你们就不需要炒粉蓝了 你们炒粉蓝炒到最后 炒到最后大家就其实很像打平这样 那为什么粉蓝这个点 我会看给正方基于反反驳 因为每一场辩论比赛 一个变手 你不可以一直从一样的句子 去反驳对方 你们这里的回应方式都是 国情不同 国情不同 可是他们的那个回应方式有几层的 第一场 芬兰的那个我们要效仿他的教育目的 不是教育手法 他有讲述这样的句子 第二 你讲芬兰的这个方向 我们不应该效仿 可是你看我们现在教杆 已经朝这个数值教育方向大前进了 which他们没有把这个变成一个攻击方案 我觉得你们有时在一些自由变和咨询环节 你们应该直接用这些问题去问对方 就对方说我们国情不同 你知道我们现在教改改要怎样了吗 问这样的问题 对方答不出你 再抛一个 你知道我们往数值方向走吗 走到哪里了吗 我们都已经走了 你还讲我们国情不同对方 你是不是还融在鼓里 大概是这样的句子 就是让大家感觉 你们的那个资料和做功课的准备是很充足的 而反方其实对于这方面是比较没有准备的 我觉得那个问题的那个尖锐都应该要去到这样 就是好像你们提到一些附属啊这样东西 可是你们整场打下来其实讲来讲去就是教育平等 然后教育平等这个东西大概拉来拉去 所以我给大家建议是看清楚要变题 然后想清楚自己走的方向 然后这个方向对自己的好和坏在哪里 然后咨询现场打 不要再用你自己准备的东西上去打 咨询本来就是硬着上一个回合你要检验对方的东西 还有你把你自己的那个内容 纳入去你的咨询环节去攻击对方 然后让大家看清楚他的修改现状是做不到的 然后你的其实去到这样的程度就可以了 然后他就改现状做不到的你们就成了啊 就要废除了啊 对不对 不需要一直去炒那个常态 常态粉八字啊 我给大家建议大家请教 各位 成绩已经在我手中 马上为大家公布本场赛事的比赛结果 首先 重复第一轮音箱票 正方 两票 反方 一票 第二轮 绝选票 成绩如下 第一张投票 反方 反方 得一票 第二张投票 正方 正方 得一票 第三张投票 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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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一票 所以第二轮 决选票 正方一票 反方两票 第三轮 分数票 成绩无下 第二轮 第一轮音箱票 第一轮音箱票 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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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一票 第三轮 分数票 正方 两票 反方 一票 总结成绩 正方 以五票 比四票胜出 恭喜正方 正方 三变 韦家瑜 同学 五票 六票 石属 六票